大家好,又是我A君,今天就要講回1989年5月11號的事 在講5月11號的事之前,就略略回顧5月10號的事 5月10號的時候,學生就發起了一個自行車大遊行的聲援,一些新聞工作者 晚上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請了戴程和包中信過來演講 戴程的一個演講,其中提到 我們國家統治了中國人上千年之久的權威統治,從此就要結束了 所說的是4月27號的大遊行 A君聽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你們又一次要捧學生上去 這一次,知識分子就在發功了 為什麼A君會這樣說?大家都記得,三線計劃裡面,學生在最前線 然後,知識分子就提供養料,即是叫學生去衝的一個理由 今次,戴程和包中信就在發功了 其他大學出現了一些比較特別的情況 例如,天津提出了5月14號,天津訪經段 總共有500人參與 為什麼是5月14號呢?因為大家已經鎖定了哥爾巴喬夫訪華 其他地方,遠離了北京,例如山西,海南等等的地方 衝擊省委政府的情況,就開始更加是無規矩可言 好了,最後要提一提就是,萬里委員長就決定在6月20號去舉行人大的會議 好了,講到這裡,A君就要去講一講5月11號發生的事了 整個上午都比較平靜 但其實中午就有一個犯局 在講這個犯局之前,就要講講下午2點發生的一件事了 下午2點,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了一份 處名46樓部分研究生的一份緊急建議的大字報 這份大字報就引來熱烈的討論 這份大字報是說什麼呢? 鑑於目前的嚴峻形勢 我們建議破釜沉舟 採取如下緊急措施 A集體絕食 具體時間地點可商量 B 揭盡北京高校之全力 於高氏仿華之日 遊行進駐天安門 作最後拼搏 成敗再此一舉 同胞們一起努力 其實兩件事加起來 我想大家就知道什麼事了 就是 在戈爾巴喬夫仿華之日 集體絕食 剛才A君就提到 說這件事之後 就要提另外一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這個絕食建議 到底是由誰提出的呢? 原來有份提出的人 就是柴玲 柴玲在晚上的時候對楓崇德說 這裏補充一點點資料 柴玲當時跟楓崇德 是兩夫婦的關係 柴玲在晚上的時候跟楓崇德說 其實他已經開始跟很多 學生宿舍串聯 準備絕食了 特別是有兩個宿舍對他很支持 後來楓崇德更加知道 今次提出這個絕食 是源於11號 即是我們講的這一天 的中午一個飯店裏面 黃丹、馬少芳、程真、楊朝輝 吳爾開熙、黃文等等的人 吃飯的時候提出的建議 到了晚上 七點鐘 北京大學籌委會 作出新聞發佈會 由天津、高智聯兩名成員 介紹天津學生的狀況 當然要提到他們想著 訪經團 北京大學籌委會宣布 學生要求對話 政府要在一個星期之內答覆 高智聯總部移到北大 希望大家簽名要求 哥爾巴喬夫 來北大演講 整個發佈會 約二十幾個外國記者 和三百幾個學生到會 好了 北京那邊 A君說了差不多 要說一說 北京以外地方發生什麼事 下午三點三十五分 同志大學的學生 在復旦大學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包括了世界經濟度報 青年報 中國婦女報 上海電視台 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等等 單位記者都有出席 在會上宣布組織七人請願團 以上海高校聯合會的名義 訪敬請願 請願的內容包括了 第一點 恢復世界經濟度報 總編輯恩本納的職位 同時要求發印 到報四百三十九期的原版 第二點 就是修改市人大通過的遊行條例 第三點 當然就是因本納的問題 就要與江澤民對話 第四點就是新聞自由 A君又要說回 在上海那邊 其實大家的焦點 就落到新聞自由 世界經濟度報告那裡 亦都要提提 上海那裡 亦都和北京那邊 很懂得做 你會發現 在其他地方 可能是遊行示威 衝擊散衛 但是這些用途都不大 反而 上海和北京 就很懂得利用媒體 今次就叫了媒體過來 出席他們的發佈會 影響力相當之大 上海高校學生聯合會 發言人就這樣說 不達目的 決不罷休 有關學校 成162號列車 去北京 另外就是 山西裏 太原電力專科學院 還有六千名學生 遊行到省示威到正座 要求與省長對話 南海大學 亦都有人上街示威 二千多個學生 就哭著打倒官島自由萬歲 等等的口號 A軍又是說 他們的做法 的確 琴上北京和上海那邊 那麼高明 好了 政府那邊有沒有做事呢 胡啟臨 瑞幸明 嚴明福 黃隱之 會在十一號到十三號 到新華社 人民日報社 光明日報社 中國青年報社 和新聞界座談對話 胡啟臨認為 新聞改革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 好了 A軍總結一下 就是十一號 所發生的事 A軍經常說 這個 其實 去到絕食之前 是學運相對平靜的時候 所以 學生 以至知識分子 就不斷在這裡做事 叫做保持著溫度 其實溫度 是越來越催去平靜的了 但是 在十一號 可以說是整個平靜的一個 時期裡面的一個轉捩點 就是開始出了這張 絕食的大時報 眾所周知 其實 民運去到另一個頂點 就是 就是往後 戈爾巴喬夫 訪華的時候 學生 在天安門 絕食 而五月十一號 就是這一個轉捩點了 好了 A軍就說 1989年 五月十一號的事 就說到這樣 明天就跟大家說回 十二號的時候 他們怎樣具體執行 天安門絕食團 好 今天就說到這樣 明天A軍就說 五月十二號的事 拜拜 拜拜